现在我们勾到这条边了 按照九股短针 两个短针减针 九股短针这样勾完 那这里一二三 这三条边的勾法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演示 先勾九股短针 勾的时候呢 你可以像这样边都边数 那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好 勾出来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下一个第三针 这样按照顺序经营编织 四五六七八九 好 九股短针勾好 然后到这个中间呢 是勾两个短针减针 那先勾第一个短针减针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直接从这三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好 一个短针减针 接着再勾第二个短针减针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 照线直接勾过这三个行圈 这样一二两个短针剪针就勾好了 然后到这边再勾九个短针 接着下一针里穿针过去勾一个短针 这样按照顺序勾过来 下一个第二个短针 然后接着第三针 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短针勾好 现在到这个拐角处了 取下记号扣 穿到这个口眼里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然后还是在这个孔的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这个拐角处呢 我们就勾好了 然后到这条边了 和这里的勾法是一样的 九个短针 两个短针剪针 九个短针 我们这边呢按照顺序 先勾九个短针 接着穿到下一针里 穿过去勾出来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一针对一针的勾短针 接着第三针 四五六七八九 到这个中间位置了 勾两个短针剪针 先勾第一个短针剪针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一个短针剪针 接着勾第二个 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一二两个短针剪针就勾好了 然后到这边再勾九个短针 好接着就是下一针里了 穿过去勾过来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好 三四五六七八九 到这个拐角处取下交扣 穿到这个空眼里 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还是在这个空眼位置呢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这个拐角就勾好了 然后现在勾到这条边了 好 还是一样的勾法 先勾九个短针 好 下一针里穿过去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四五六七八九 好 九个短针勾好 现在到中间位置 勾两个短针减针 先勾第一个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再勾第二个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一二两个短针减针 然后到这边呢 再勾九个短针 好 看一下下一个支目 这样一针对针的勾短针就可以了 接着下一个第二针 第三针 四五六七八九 现在勾到最后一个管小处 取下这个接要扣 穿到这里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然后还是在这个空的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这里勾这短针呢 这个因为短针的勾法 我们前面有详细的讲解过 就不需要每一针特别慢的去演示了 都是一针对针的勾短针的 然后现在我们勾到这条边了 九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 把这个结尾勾完 接着就是下一针里穿过去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那就不用这样 每一针都特别慢的演示 接着下一针里呢 第三针 然后四五六七八九 好 这样你看一下 九个短针勾好 到最后结尾呢 这里是剩两针的 这样就是对的 如果说你勾完之后 发现针数对不上 那就是你勾的过程中 拿出错了 自己要记得检查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最后勾一个简针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最后一针里 穿到最后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简针就勾好了 在最后一针上 关上交扣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起来 然后拉紧 这样你看一下 这里是拼机的位置 那你看一下 这边是九个短针 中间位置是两个短针简针 这里是拼到一起的 然后这边是九个短针 它每条边都是一样的 好 这样这个第十二圈 我们就勾好了 这里给它拉紧 拉紧之后勾针 我们先给它拿过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纸片 给它这样整理一下 现在勾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像这样往上卷的 我们这个时候 把纸片给它这样 理一下 理到这一面 前面有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在勾制的时候 这个线图的这一面 是包的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包的里面 然后这个是外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给它整理一下 这个聚中位置是勾了 两个短针简针 它会像这样一个 凹进去的形状 这就是在这个角的位置 像这样 我们这样给它整理 然后四个拐角处呢 它是向上的 像这样一个效果 接着后面的圈数 我们再往上勾制包身呢 就是像这样 向上去勾制每一圈 往上勾制这个包身了 好 那现在我们接下来 再勾的就是第十三圈了 接下来十三圈 十四圈往上的圈数呢 和第十二圈的勾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直接参考 第十二圈的这个视频讲解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再给大家多讲解一点 不这样 再穿到线圈里 现在拖过来 现在是继续勾第十三圈 每一圈的开始 都要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针的几点针 然后取下低针截要扣 这里是拼接位置 所以是先勾一个短针简针 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然后绕线直接勾过 下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简针 挂上继绕扣 好 然后接下来 还是一针对一针的勾短针 这边呢是九个短针 那你看一下 这些就是下一针里了 穿针过去 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第三针 下一个第四针 这样一针对一针的勾支 第五针 六 七 八 九 好 九个短针 现在勾到这个拐角处了 取下这个绕绕扣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还是在这个孔的位置 再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就勾好了 现在勾到这条边了 看一下 我们剪针的手 它会像这样凹进去 接下来都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这边再九个短针 两个短针剪针 九个短针勾过来 看一下 穿到下一针里 这样穿过去 一个短针 然后后面不快一点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到这个中间位置 好 勾两个短针剪针 先勾第一个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一个短针剪针 接着第二个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一二 两个短针剪针就勾好了 它是在这个中间位置 形成这样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形状 然后到这边再勾 举骨短针勾过来 好 接着你看一下 就是下一针了 穿过这个针目 然后勾过来 一个短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现在勾到这个拐角处 取下这个绕扣 穿到这一针里 勾短针 然后两个变针 还是在这个 孔眼为止呢 再勾一个短针 那现在勾到这条边了 和这里的勾法是一模一样的 一 二 三 这三条边好 那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勾完 给大家演示一下 接着下一针里穿过去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这样按照顺序勾之 那我勾快一点 接着是第三针了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里短针呢 不用每一针特别慢的去衍生 前面这个针法 我们是有学习过的 然后到这个中间了 再勾两个短针减针 先勾第一个 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然后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一个短针减针 接着第二个 勾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下一针里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两个短针减针就勾好了 到这边再勾九个短针 那接着你看这个针目 接着就下一针了 这里好 入身的位置呢 一定不要找错了 仔细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勾到这个拐角处 取下这个钓扣 穿到这里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两个辫子 然后还是这个孔的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这里 这个拐角就勾好了 现在勾到这条边了 方法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勾九个短针 好 穿到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然后两个短针减针 一个减针 第二个减针 然后到这边再举个短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勾到最后一个拐角处了 其他这个交扣 穿到这里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大家勾完这一圈 你看一下 是和第十二圈 是一模一样的勾法的 好 那还是在这个孔的位置 能勾一个短针 最后结尾 再举骨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就结束了 好 穿到下一针里勾出来 一个短针 再一个第二针 接着第三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看一下 一圈结束之后呢 是剩两个针目的 再勾最后的一个短针减针 勾成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再穿到最后一针里 绕线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增键圈 这样最后一个减针就勾好了 最后一针上发展交扣 和地针连接 穿到地针里 绕线勾出来 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拉紧 那你看一下拼接的位置 这里呢 中间位置也是两个短针减针 好 这样这个第十三圈呢 我们就勾好了 勾完之后 大家你每勾完一圈之后呢 可以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在勾的时候是 拿在手里这样 怎么方便 这样去进勾之的 稍微整理之后 再去勾下一圈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第十三圈 勾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我们勾剪针的位置呢 它是像这样凹进去的 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四个角的位置呢 它是这样向上的 包底呢 它是像这样 现在中方形呢 它是转过来的 不是像之前一样的一个形状了 是这样转过来的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包底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 好 可以给它整理一下 那接下来包身 以上的这个圈数呢 大家就自行完成 你可以参考我们第十二圈 十三圈 这两圈勾法一模一样 然后接下来的十四十五十六 往上的圈数呢 都是一样的哈 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可以再看一下 这里的视频讲解 这个编织规律呢 都是一样的 每一圈勾法都一样 接下来的包身部分 然后大家把这个 包身的圈数勾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讲解 好 大家的大家呢 跟着我各种讲解呢 进行的去完成 把这个包身圈数呢 这样先勾好